禪寺修繩的工作还没完成 法师就不慎从高处跌落 连整理工作都暂停了 这个跌倒的师傅 他已经高龄74岁了 也在心殿做治疗 那今天来所看到的就是 这是一个很偏眼的地方 医院社工提报之后 经过居家评估 必须为伤病的法师 准备电动医疗床 一方面是提供福具 让他的生活更便利 另一方面就是说 让他们的环境 在有人帮忙的状况之下 把它整理得更舒适 因为两个师傅年纪都很大 二十多位慈禧志工 协助年长法师 分类出生活用品 可回收资源 以及要丢弃的垃圾 让行走空间的安全性提高 为法师的健康祝福 很感恩 感恩 我们给你照顾 我们要先 我们大家都要先做 整理了第一阶段 对于此处需要 九弯十八拐的清修道场 志工们的任务未完待续 大爱新闻之下 美志工沈能晴 陈怡君 叶敬红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